練平甩 怎麼可以把頸椎一致好呢 有時候你隨便講說有效 我就問你喔 你還沒了解 平甩就好 平甩就好 而我們的心就想說 甩這個跟脖子有什麼關係啊 甩這個跟腰痛有什麼關係啊 那時候就百思不解 但是還是甩 反正既然都有效了嘛 那我就這樣子做好了 可是我一直掛在心裡面 就有一次在師父的甩抱 師父講 平甩就是橫隔膜的運動 這觸及我的橫隔膜 所以我又看書喔 只要看到橫隔膜就把它收集 一直進去 就把它整理出來跟各位分享 為什麼平甩 它是橫隔膜的運動 為什麼橫隔膜對我們全身的都有幫助 然後從這裡面可以解答 我的脖子 頸椎 麻 痛 為什麼會好 裡面就有答案了 來 我們往下看 橫隔膜是在 我們身體如果是個筒狀的 筒狀的一個筒子 橫隔膜就是切割 它分割我們胸腔跟腹腔中間一層 它叫做 其實它是叫橫隔肌 它叫橫隔肌 它是一個肌肉組織 它是分割在我們 上面是心臟 這兩邊是肺臟 就是胸腔的 下面就是我們的肝臟 右邊是肝臟 左邊是胃 皮臟 它是分割在我們腹腔跟胸腔之間的一層肌肉 它的外側呢 它的兩邊呢 是附著在我們的肋骨 第六節肋骨 肋骨有十二對 前面十對是固定跟脊椎相連接的 第十一、十二對是一種肺臟 它沒有跟脊椎相連接 所以它只畫到第十對 其實它有連到第十一、第十二 其實肺臟在這裡 肺臟在下面 肺臟在這裡 對 那它的兩側是 跟第六的肺骨呢 是相互著在 對 它的前端呢 注意著 這是我們的胸骨 它這個觀念就是跟我們平傳很有關係 大家聽聽就 胸骨就是我們前面這條胸骨 它的上端 它的前上端是跟我們的胸骨下端連接的 那它的後面呢 它的背後呢 是跟我們後面的脊柱相連接 它的右邊的呢 它的肌肉比較粗 它連接到我們的腰椎 這邊比較粗 連腰 對 左邊的呢 比較細 我們人身體 身下來註定是個不平衡 從出生 它就是一個不平衡的器官分布 不對稱的器官嘛 肺部是對稱的嘛 腎臟 其他的器官都是單獨的 所以橫隔膜是不是有這個效果 上帝造我們人類呢 讓我們穩定 我們的整個人的平衡 這個橫隔膜 要注意喔 它在跟我們腰椎連接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大腿骨上面的腰肌呢 跟我們胯上面的肌肉呢 複合體 它會跟我們的這些 這個塊肌肉相互連在一起的 所以當它失去作用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的副作用 慢慢解釋就了解了 我們先看橫隔膜的重要性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扮演很重要的一個 呼吸 呼吸系統的重要性 跟骨骼肌肉脊椎的 還有跟我們的脹腑之間的關係 我們講正常的 我們呼吸不需要我們去控制的對不對 它如果沒有關照到它的呼吸 它就停止呼吸 它到最後大概呼吸衰竭了 它沒有辦法睡覺啊 但還好我們人類 我們的呼吸是叫做自主神經 就是不用去管 它自己會調的 叫自律神經 可是大家現在應該聽過很多自律神經師調的 那自主神經呢 它會管我們的呼吸 我們的呼吸分為三個部分 上面的一方式 是我們的頸部的肌肉 跟我們的胸 勒骨 勒骨是這邊可以摸得到勒骨 它往上提 可以把我們這邊空降力增加了 吸氣的時候 第二個是我們的勒骨 勒骨在吸氣的時候 它會往兩邊擴大 兩邊擴大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們的呼吸 因為我們是重力的關係 我們的呼吸最重要的交換 是在這下面的地方 這是最重要的 最大的呼吸效率 橫隔膜 橫隔膜的上下 這是呼氣 呼氣就上去了 肩部的肌肉下來了 胸鍋 進去了 就縮小了 就是這個胸 這個胸腔就變小了 就把氣排掉了 這是一個自主神經 叫自律神經 不用我們去管它 它自然發生的 可是現在人的壓力 叫壓力症候群 常常處於一種緊張焦慮狀態 好像要作戰 要跟人家作戰 要很快 很短的時間 需要很大量的血 到我們的手 到我們的肢體 既然需要那麼大量的血 短時間 它必須要短處的呼吸 趕快把這血打上來 本來這個血液要到內臟去的 全部到胸部 短暫的呼吸 要準備作戰了 問題是說我們沒有作戰 不像運動員 運動員他的肢體 他緊張 他跑步 他在緊張短處的呼吸 他在運動的時候 他會把這些東西釋放掉 因為他肢體運動 可是我們每一次 坐在那邊緊張 我們肢體沒有任何運動 所以就會累積 大家也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身體的記憶 他會記憶在我們所有的情緒 在身體記憶 變成我們的一個習氣 只要以後一觸動到我 馬上就啟動身體的反應 自己都不曉得為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們常常屬於一個胸式呼吸 還有鎖骨式呼吸 鎖骨式呼吸 鎖骨式呼吸就是 把這個就拉上來 你看我們在做辦公室 或是看電腦 這樣子的呼吸 窩著 窩著那邊 圓字形的 脖子往前拉 它都是一個把你鎖骨拉上去 把你的這個胸腔短時間呼吸 所以我們坐久了 在坐椅子上坐久了 中央要深呼吸對不對 因為你的胸鍋 因為長期屬於那麼短的呼吸 你的胸鍋 肋骨跟我們的脊椎跟前面的胸骨 它是很多軟骨的 它已經沒有 它已經僵化了 它就是一個很小的呼吸 所以胸腔越來越小 所以慢慢造成這種壓力症候群 所以壓力症候群 在我們的胸腔 是一種交感神經的 交感神經 我們的情緒 都在我們的胸腔這邊表現出來的 所以很多人 你看一些瑜伽的書 或是《佛家藏傳》 心結 瑜伽有脈輪 有三個結在我們身體裡面 最嚴重的就叫心結 在心臟後面 那是交感神經分佈的地方 讓我們有個結打不開 因為你的交感神經一直在作用 一直在作用 作用在你的肌肉 所有背部肌肉都是緊縮 變得硬塊了 那個結結在那個地方 打不開 橫隔膜它往下拉 你就把它撐一個橡皮好了 這橡皮一往下拉 它就會有一種效果 這邊真空狀態 這個肺就會擴張 尤其是下三分之一 是最有效率的呼吸 所以橫隔膜 但是我們長期使用胸式呼吸 人家形容我們的橫隔膜 已如僵屍了 他不知道運動了 他已經失去人的最重要的 自律神經 他都可以調節了 他沒有辦法 所以橫隔膜屬於僵硬的 他已經失去了彈性了 僵硬對我們呼吸 就有很大的影響對不對 或是胸式或鎖骨式呼吸 造成我們四周圍的軟組織肌肉 情緒 還有我們氣體的交換 效率都很差了 當然身體的循環就不好了 那是橫隔膜對身體循環的 有什麼功能 骨骼 肌肉 跟脊椎 跟橫隔膜有什麼關係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上下一罐中正 橫隔膜 它是在我們身體裡面 第一個 最重要的是呼吸 第二個就是 穩定 穩定我們身體這條脊椎 正中線 就如一棵樹 一棵樹 直直的 但是它這個樹的根 就是我們橫隔膜 它不穩固了 它會偏移 我們姿勢 或是身體上班的姿勢不良 或太胖的人 壓迫到的人 它會造成我們身體其他的肌肉 我們有兩個肌肉群 我們先大概瞭解一下 肩 頸 胸椎 複合體 所謂複合體 就是一個關節跟肌肉的複合體 這是一個複合體 注意了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腰 腰椎 還有旁邊的我們的 這個骨盆 骨盆 還有我們的胯 就是我們的髖關節 上面的肌肉 這三個關節 上面很多肌肉附著在我們的 這塊區域叫複合體 這些肌肉群複合體的 它的最重要的功能 並不是用來平衡的 也不是用來穩定我們身體這條線的 它是用來做功能的 所以它是我們的一個協同肌肉 就幫助我們身體維持一個中症 可是我們的橫隔膜已經失去的作用了 那這些肌肉要介入了 它本來是一個刺激藥 刺激的角色 它現在變主角了 它要穩定我們身體了 所以當然造成我們的頸椎 腰椎過度的張力緊繃 就像那個樹旁邊要拉很多鐵絲 把樹固定住 肌肉上次它最重要的功能 做制藥的功能 當然也影響到它的主要功能 它以後爬個山走個路 臀部就很不舒服 它已經上次它最主要的功能 它這功能拿去平衡身體 造成什麼結果 橫隔膜事情做用之後 慢慢彎曲 你看 注意看 肩膀就往這邊 因為這邊的腿 這邊的胯就要往上了 它要往上走 它越來越上去 這邊的肩膀就往上挺 這邊的往上挺 所以這是因為人體它要自我平衡 自我平衡 慢慢會摔倒 所以一個橫隔膜的失去彈性 竟然是造成我們身體整個結構的外出 所以我們可以常常看到人家長短腳 這邊腳一長的時候 你看我們這邊長的時候 這邊會倒過來 因為它這邊長 它必須要往這邊歪 這邊腳一長的時候 整個肩膀要往這邊走 整個腰要往這邊提 所以造成這邊的張力 痛 肌肉就會痛 所以橫隔膜在我們的身體 它是個基礎 穩定的基礎 失去了穩定性的之後 其他地方就不是屬於放鬆狀態 而屬於一個張力狀態 各位想想想看 我們肩膀痛 腰痛 去按摩 去針灸 為什麼效果並不長久呢 因為它穩定性失去了 其他地方就很難處於長期放鬆狀態 去按摩 把你的肌肉升溫一下 血一起來好一點 短暫的 橫隔膜沒有訓練出來 所以它的效果卻如實短暫 所以平甩很重要 每天要甩 因為我們的習氣 它是把我們歪掉 那剛剛說 我們的身體 在肌肉群裡面 這邊一個肌肉 複合體 肩頸關節複合體 然後你的頸椎就開始歪了 因為它要平衡你的身體歪 所以頸椎就受到壓迫 會造成我們一些手 像我的手啊 手臂痛啊 肘痛啊 手臂有分前面跟後面不同的頸椎 地幾節頸椎會傷害到不同的部位 這是肌肉群 胸椎前面的兩個呢 還是跟我們的這個呼吸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胸鎖 頸部的肌肉有些附著在我們鎖骨上面 有些附著在我們的胸椎上面 所以第一節第二節胸椎的時候 還會造成一些手臂內側的啊 麻麻的痠痛啊 也會造成我們這些手臂的痛 所以這是因為你長期使用 鎖骨式呼吸焦慮狀態 造成我們這邊胸椎的一些扭壓迫 那要講腰椎更多了 那腰椎歪掉之後 複合體歪掉之後造成脊椎壓迫到多少 做骨神經嘛 膝蓋 甚至膝蓋 剛才講我們長短腳 長短腳之後呢 髖關節 髖關節就開始會往前 這邊骨頭長 它就會髖關節往前旋轉 免得你摔跤 一旋轉接著到什麼呢 膝蓋 膝蓋要跟著走 所以我們只要腰這邊受傷了之後 這邊不屬於平衡狀態呢 髖關節很多阿嬤去換這個 膝關節 因為你的膝關節都是用來平衡的 你的膝關節已經不是屬於一個最平衡的狀態了 最放鬆的狀態了 所以你換了也沒用阿 不是嗎 還可以用幾年嘛 用個幾年 但是如果 它已經做多少年的東西嘛 所以 平甩居然可以弄到這邊 可以弄到這邊 可以弄到這邊 所以要兩腳平行 你的膝關節可能都已經往外翻了 那第三個 橫隔膜跟我們 它上下區分的內臟有什麼關係呢 對 這就出於一個筋膜理論 這是國外的學家 當然跟我們中醫有很大的相通 筋膜理論 與內臟按摩 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身體 從上到下 所有的器官 包括我們的內臟 我們的骨骼 我們的血管 肌肉 肌肉 都是一層筋膜 那筋膜大家都吃過肉嘛 肉打開 它上面不是有白白一層 那就是筋膜 表層筋膜 筋膜有分幾層嘛 那是筋膜 表層筋膜有神經的分佈 所以它會痛 哪邊筋膜不平衡它會痛 全身都是有這條筋膜連接在一起的 橫隔膜在這個地方 它跟我們心臟是沒有筋膜連接啦 它是跟我們的肺 因為心臟比較上面 它跟我們的肺 可是肺又跟心臟有筋膜連接 所以我橫隔膜的運動呢 運動呢 會調整到肺部的運動 還有筋膜理論 那橫隔膜的運動呢 因為它的筋膜又連車到我們的肝臟 右邊是肝臟 左邊是脾胃 它是跟我們身體很多器官 所有器官都有筋膜連接的 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橫隔膜的運動呢 師傅的功法就是要揉 要慢 不是那種 排打 用力排打 用力排打 用力拉筋 或拉筋 如果這個人交感神經過度亢奮了 你再給它過度的拉扯 它可能會得到反作用 所以我們師傅的功是非常溫和的 每天練 每天練 慢活 好 看下一個 來 看下一個 平甩為什麼是橫隔膜運動